这里没有路灯,正好看一下我的车的车灯亮不亮 四透镜大灯亮不亮 所以说我没有加装射灯 跑到了老挝的首都万象也挺不容易的 我想了一下,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我们继续在这休息一天,继续感受老挝的首都 包罗万象,万象之城 镜头里的话就是老挝的总统府 总统府的话正对面 对着的就是他们的凯旋门 老挝总统府打个卡 现在是在一个广场上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英雄吧 这里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打个卡 我现在跑到了湄公河边 对面的话就是泰国 刚才沿着湄公河那边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那边以后就折回来 走到这边来 现在我们吃中饭 不说话,湄公河上那个边上 很多店面都已经就倒闭啊 控制的啊 很多都没开门 然后包括这条街上也很多 经济还没有恢复 这边的话就是主要是靠旅游 要大量的游客进来以后 他才能坐起来 在这边慢慢悠悠不急不躁的 我觉得挺好的 我都不想回去了 炒个芒果 芒果 是直接切吗 菠萝糕 看起来菠萝很不错 一切 小袋一桩 嗯 他的菠萝绝了 芒果怎么有点生啊 他这芒果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这还是生的 然后带了一包这个蘸料 这样吃的话 不好吃 吃不来不好吃 菠萝还是非常好吃 菠萝吃完了 虽然说这个国家是被评为 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但是人民很淳朴 很简单很快乐 这是让我感受到 就是说尤其像我们这种 活得很累的人 很羡慕的地方 但是 他乡 虽好 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地方 我们 有我们的工作 我们有我们的家人 明天就准备返车 今天晚上去吃顿好的 Go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今天人就特别多 比昨天人多多了 我昨天来的时候都没这么多人 这边摩托车应该是下班了 全部都涌入这边来了 我刚才是走错道了 一直逆行 这个是单行道 现在走到这里就好了 走到这里 我们去前面吃那个 现在来到了万象 所谓天花板级别的海鲜蜘蛛餐厅 我刚才是从那边过来的 那边夜市非常的人多 我这边的话基本上就很慌了 然后他就是在这里 啊 我们去看一下 怎么吃 吃什么啊 哇 好大哦 好大 好的 刚才问了一下 就是二十二万九千一个人 应该喝酒不算 你今天不喝酒 我在骑车 我就坐在这个位置吧 然后对面看着泰国 我们现在去选菜 有熟食 米饭 哇 这个熊虾 那虾看起不错 这个是什么 没吃过的呢 这个是一个人22900 229000 这是果汁 这是我刚拿的啊 这里可以煮 这里可以烤 烤 这是果汁 这是我刚拿的啊 哇 哇 那个去我一个人这么大个桌子 这老板是疯了吧 哇塞 这么多 我昨天吃那么一点点都花了25万 今天的各种海鲜 很多没吃过的 吃过的 今天晚上要好好吃一顿 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 又是烤又是煮的 等一下把这个烤的吃了 就不吃烤的了 这是吃煮的 我觉得吧 这还是水煮的靠谱 那烤的烤个啥嘛 我把腿都剪掉 然后还是水煮吧 就打了个几海鲜酱油 还有个泡菜 还有几个蟹 这一锅就回本了呀 哇 这八爪鱼 这个虾是带这种蓝色腿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虾 第一只吃 看这个 这个不要了 我用这个 嗯 这个虾也好吃 看一下锅里了 我就想不出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发现这个地方 跑到什么破夜市场 吃了25万 一瓶啤酒25000 啤酒就是5万 一份炒饭 一份那个鸡翅 然后一份三文鱼 三文鱼就是10万 昨天应该 昨天没发现 还好还好 明天走了 今天来吃一下 再来个八爪鱼 再来个八爪鱼 还是水煮的看起来可以 还有这个 这几个还没煮 还有一只蟹 因为我太喜欢吃虾了 所以说我看到这种 海鲜之助 它就特别开心 这个蓝色水 这个虾 头里这一块肉很好吃 这个蟹 这一只可能都要多少钱 有点炭 我拿了三只 哪里头 哪里头 是不是面包系啊 反正我没吃过 哇塞 它这个钱是 第一次吃这个蟹 还不知道怎么剥 先把腿抖下来 哇 哇 这一块都是肉 这个肉就非常新鲜 细腻了 全都是肉 好吃 我进住这个地方了 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现在是晚上八点 吃完了 我要撤了 海鲜自由啊 吃的太舒服了 我们现在去那边 梅谷河边 那边消消食 记录一下 现在49270 这里没有路灯 正好看一下 我的车的车灯亮不亮 四透镜大灯亮不亮 所以说我没有加装射灯 我觉得够用 前面就是繁华地带夜市 我们去那边玩一下 今天的月亮好圆 好圆 想家了 我感谢哦 我们下一个 但是真的 又开始 如果有点 我们下一个 就掛 这个 谢谢大家